而另外水保署华联分署积极推动区域亮点计划 以北中南产业属性特色来规划区隔 而其中中区五乡镇 以左岸密乡生产体验为计划主轴来推动 并且在今天跨署处来开办工作坊 与地方机关农民业者共同集思广益 分署长林轰鸣表示 凝聚各界共识重新点亮地方产业 水保署华联分署要与Honey 左岸密乡生产体验 在五鹤台地上点亮花莲中区农师区域产业 自身茶农高度兴趣 提供早期打拼的辛酸更乐于分享经验 我们的茶环境都会受到影响 在过来产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就尽量的走友善跟友经 在早期我们叫做光芒茶园 但是现在好像停顿在哪一个器块 我想这五鹤台地把它隔化变成 刚才我们老板也有讲的 来这林地或来这做休闲 我想我们的多元化比别的地方更丰富 算在我们花莲县台中县来讲 针对中区左岸密乡生产体验区区域亮点计划的推动 在地农三代返乡青农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可以让后面的环境 然后让客人来的时候 整体的规划 然后包括说新的设备或技术什么的 可以就是让客人知道说 这个茶他们喝到的每一杯都是更有感觉 更有体验这样 那个现在缺水的问题 我想要请问一下 之前我那个 有那个水塔 旧的水塔可以用 所以这个迷你开始都会做 所以用水方面 我们就如我们所长所提到 我们会扩大关系 我们都会照顾在地的农民 五鹤台地蜜香红茶与咖啡产业 串联在地水宝教室资源 人文景观特色 来打造秀库鸾西左岸 蜜香生产体验区域 是一项大工程 水宝署华联分署 今天开办工作方 不仅是听取在地意见 更跨属处的规模 邀及相关单位来共同集思广益 这个区域量点计划 我们一般是 这个是长期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新年度 从中区这边这个蜜香红茶产业来讲 我们首先想要解决的就是 他们缺水冠钙的问题 再来就是 现在是节零减碳 我们要进行碳排 我们也配合茶改厂来做这个 那个低碳示范茶园的 这个示范区来制作 那希望这两个可以慢慢延续下去 让整个区朝这个低碳 友善的这边来做工作 因应花莲北中南三区自然资源特色于产业属性 水保署花莲分属特别以 Health, Honey and Hero三大H轴线 分别规划北区台九县绿造食农生活区 中区左岸逆乡生产体验区 以及南区的重古大地艺术 及深度生态体验农村区 逐年逐步来推动 分属长林鸿鸣表示 第一步就是要凝聚各界共识 一起来点亮地方产业亮点 记者是日蓝最色采访报道